地铁上一位大叔说最近会出现时空裂缝 人们有机会可以穿越回到过去 说完就倒在了地上 周围的乘客以为这是个疯子都无动于衷 小帅上前扶起了他 为了表示感谢 大叔往他手里塞了两枚硬币 然后扬长而去 晚上小帅照常开车回家 熟悉的道路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收费站 他便顺手把大叔送他的硬币抛了进去 下一秒一道紫光出现 汽车静带着他消失在公路的尽头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墙上的日历变成了2006年6月6号 这一天他怎么会忘记 这是女神跟他约会的日子 凭借记忆 他知道这时妹妹会来找他 大妈会向他泼水 赶公交时会撞到书报亭的架子 他都完美躲开了 没想到自己竟然穿越回到十年前 这一次他决定逆天改命 他要向自己的暗恋对象表白 他约小美晚上一起去听音乐会 小美答应晚上八点不见不散 精心打扮了一番的小帅来到车站 居然碰到了十年后的妻子小花 他和小花的认识 就是在即将到来的公交车上 流氓再次站在了小花身后 小花发现后大声斥责男人 这一次小帅选择了沉默 他要结束自己和小花的相遇 他如愿见到了梦中情人小美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而没有和他相遇的小花 也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 突然他再次从梦中惊醒 身旁居然是自己的女神小美 他们的家也成了500坪的大别墅 他将如何开启自己的逆袭人生呢 如果人生可以冲来 你还会选择现在的生活吗 男人的手机响得不停 即使开着车他也非要去接 只因妻子是个河东师 他打的电话小帅 从来都不能超过三声就要接听 可是这一次 车子直接冲开护栏 被撞的七零八落 小花在一家美容院工作 这天店里突然来了很多客人 眼看学校马上就要放学 本该下班就去接孩子的他 只能给小帅打电话让他去接孩子 等小帅再次醒来 他已经躺在医院 手机里的未接来电和短信 早就被妻子打爆了 他赶紧跑回家 妻子小花已经等候多时 迎接小帅的是一顿便利宝鸡 小帅试图解释 但小花紧懊了 你不要打开 你打开 世侯宫再次出现 车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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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掰下一个螃蟹钳子 直接就甩了出去 小帅脸上瞬间出现一道伤痕 男人来到死党的面馆 他向铁柱和大山倾诉心生 直言受不了现在的妻子 他说在她洗澡时 小花会突然闯进来上厕所 每次加班回来 一点饭都没给他留 然后只能啃着冰冻的馒头 喝着生命的圆泉 他要离婚 他再也无法忍受现在的妻子 他决定离家出走 这个男人上班迟到了 他做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脱掉外套翻起了垃圾桶 只见他拿着一个被人丢弃的纸杯 假装刚才到咖啡去了 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向自己的宫位 同事大山帮他打掩护 就在他觉得万事大吉之时 领导已经看穿了他的把戏 作为惩罚他今天要上街发一天的传单 你不能进去 就在这时 男人大学时的暗恋对象出现了 两人虽久未谋面 小美却对他十分关心 小美还告诉他一个埋藏心底的秘密 跟小美吃完饭的小帅 整个下午都无法正常工作 满脑子都是小美 他在想如果自己的妻子是小美 那该多好啊 小美曾约他一同听音乐会 可约会当天的公交车上 他却遇到一个流氓在飞里女生 而这个女生正是他后来的妻子小花 关键时刻小帅挺身而出 他们把流氓送进了派出所 并一起做了笔物 因此错过了和小美的重要约会 后来小美去了美国 他们也就再没有联系 晚上小帅在公司的聚会上 磕了很多膜肥腾 回到家想要睡觉 却被妻子嫌弃浑身酒味 于是偷偷躲进储藏室玩游戏 游戏机也欺负他竟然死机了 他哭得像个孩子 罗门而出 一道紫色的光 汽车突然猛的加速 导航也失灵了 突然他从床上惊醒 竟然意外回到了和小美约会的那天 一觉醒来 身旁的妻子居然从过去暴躁 喜欢发飙的女人 变成了清纯可爱的初恋女友 现在的他住着500平的别墅 客厅摆放着他梦寐以求的游戏机 他开心地向着孩子 再也不用像过去一样 半夜藏在衣柜里偷偷地玩游戏 小美喊他去洗手吃早饭 小帅不可思议 过去每天的早餐 都是路边三块五的鸡蛋冠米 现在居然吃上了蔬菜沙拉 还有临别一吻 一切都是如此美好 唯一不足的他还是个银行职员 来到公司 迟到的他谎称路上堵车 然而一向严厉的领导 非但没有责备他 反而还抽出纸巾关心他 大山羡慕道 有个SVIP的老丈人就是好 不仅有领导的特殊照顾 连身上的西装都是老丈人 为他特殊定制的 价值170万的防弹服 小帅掏出手机搜索起了老丈人 原来自己娶了一个财阀的女儿 晚上小帅的父母 从乡下来看望他 这是他们结婚以后 父母第一次来 父亲告诉小帅 母亲的愿望就是能吃一桌 而媳妇亲手做的饭 小帅带着父亲参观起了别墅 母亲打开冰箱 看到里面的食材都过切了 她问小美是不是从百货超市买了 那里的菜很贵吧 小美说那里的菜根本吃不惯 小美提议附近有家高档餐厅很不错 自己已经定了位置 小帅想让父母在家里过夜 于是和小美争吵了起来 听到他们争吵 父母已经悄悄离开 小帅赶紧追上去道歉 小帅没想到小美竟然会这么对自己的父母 实在太让父母寒心了 他们要的根本不是多么丰盛的晚宴 也不是多么豪华的待遇 而只是一顿家常便饭 一份简简单单的陪伴 却没曾想会被拒之门外 这时十年前的小花与小帅擦肩而过 她在想这时的小花没有跟自己相遇 应该会过得很好吧 她开始怀疑着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个女人跆拳到黑带 空手到十级 施吼弓更是如雷挂 这天两人正在排队结账 男人突然发现自己的T恤高用完了 妻子担心错过结账 让她下次再买 小帅信心十足称一定赶得回来 不出所料 妻子果然错过了结账 苦苦等候的队伍只能重新排好 男人未买到心爱商品欢呼雀跃 而妻子早已气得火冒三丈 一加一 你快要带来 你快要带来 此刻她仿佛心眼附体 只见她口吐芬芳 蛇灿莲花 顿时成为整个超市里最靓丽的风景 可能是上天对这个可怜男人的眷恶 给了她一次改变过去的机会 一觉醒来她有了豪华大别墅 贤惠小娇妻 就连平时针对自己的领导 也对她疼爱有加 只因她娶了首富的女儿 大善因为工作失误 将客户的资料送进了碎纸机 Liap决定不再许约 选择跟其他银行合作 如果这样领导将面临失业 她倾诉着自己的付出 正当众人束手无策时 小帅突然想起 VIP刚才在打电话时 说自己明天会去参加企业联合会 而她曾在手机里看到 自己的采访老丈人 是这个联合会的会长 她决定最后一步 第一次跟老丈人见面 小帅有点不好意思 在财阀老丈人的助攻下 小帅成功帮银行挽回了客户 领导是她为救命恩人 这天银行来了一位新同事 行长喊来小帅进行自我介绍 当新员工转过身 小帅傻眼了 怎么是小花 惊慌失措的她意外 抠动了手中的催泪枪 顿时现场一片混乱 自己改变了与小花的夫妻关系 但现在却成为了自己的同事 小帅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女人 就是自己前世的妻子 曾经的小花脾气暴躁不休蝙蝠 如今变得美丽自行 散发着优雅的气质 工作起来紧紧有条 这还是那个熟悉的妻子吗 自从小花成为自己的同事 小帅每天如坐针毡 她生怕小花认出自己 思来想去觉得 无法跟小花一起工作 她决定让小花知难而退 调去其他制行 先离后兵 都觉得小帅有些小题大做了 这天小花接待了一名 来取钱的客户 由于输错了三次密码 账户被冻结 小花建议她带着身份证 过来修改密码 男人耍起无赖 非要再输一次 最后男人被保安赶走 第二天银行的网站 出现了大量投诉的帖 对客户不够亲切没有诚意 与客户争吵 小帅趁机建议小花知难而退 不如申请去其他制行 没想到小花却铁了心要留下来 行长请来闹事的客户 拿出SVIP才能享受的待遇招待她 男人要小花当众道歉 才肯删除投诉的帖 为了银行不被投诉 小花不拘小节竟低下了头 大家开始对这个坚韧的女人刮目相看 很快小花就和大家打成了一片 这一是因为没有早早跟小帅结婚 现在的小花还是那个帅真阳光的女孩 看着这个满脸笑容的女人 小帅既伤感又熟悉 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和小花 从相恋到结婚的画面 一条裙子八万块 一个包包五十万 这可是她一年都挣不到的收入 女人说 谁让你昨天惹我生气的 所以就去购物了 这难道就是包治百病吗 来到厨房 小帅发现冰箱的食物都长毛了 小美让她丢掉 她突然想起以前的小花 食物过期了都不舍得扔 小帅和大山在路边吃着鸡蛋灌饼 骑车上班的小花刚好经过 大山喊住了她邀请她一起吃早餐 交谈中得知 小花来这里上班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母亲 这样一旁的小帅紧张了起来 虽然她和小花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矛盾 但是丈母娘对她却很好 在她还是穷小子的时候 就把小花交给了她 想到这里小帅一整天都心不在焉 晚上她偷偷来到小花家 想看看丈母娘到底得了什么病 她在门口徘徊了很久 这时出去买菜的小花刚好回来 她连忙解释 小花突然问她是不是认识自己 自己经常会梦到一个男人 她们从相识到结婚一切都那么真实 但就是看不清男人的脸 她告诉小帅自己第一次见到她 就觉得似曾相识有种莫名的亲切 这时丈母娘走了出来 令人意外的是 丈母娘竟然一眼就认出了小帅 难道她跟小帅一样也是穿越过来的吗 丈母娘把小帅拽进了家门 小帅有些尴尬地走进门 看见里面的陈设仍然和以前一样 丈母娘非常热情地拉着她的手 并拿出了专门为她腌制的芥菜 这可是她以前最爱吃的 经过小花介绍 原来丈母娘很早就得了阿兹海默症 就是老年痴呆 小帅想起当小花还是自己妻子的时候 曾跟自己提过母亲的病情 当时自己并没有放在心上 看着眼前的丈母娘 小帅陷入了自责 自己总在抱怨不被妻子理解 可是她又何尝关心过妻子呢 这个女人正在健身 突然身后一双手搭了上来 望着眼前这个前来搭讪的少年 小美有些不知所措 少年热情地指导着小美健身 帅气的脸庞令小美很是心动 健身结束后 少年约小美一起去吃饭 并炫耀眼前这个大黄蜂是自己的 少年说自己现在单身 小美知道不应该和她走得太紧 但还是没能克制住自己 吃完饭少年送小美回了家 并要了小美的电话 约定以后做小美的私人教练 小帅在下班的路上 看到小花骑车不小心摔倒了 她连忙下车查看 发现小花的腿受伤了 便开车送她回了家 回到家 小美为小帅做了牛排 天天大鱼大肉的她 倒开始怀念起帐母娘烟的芥菜 这时小美的手机想了 少年发来了自己的照片 这让小美顿时心慌意乱 连忙把手机藏在桌子下面 可是手机震个不停 她赶紧找了个理由起身离开 小帅趁机拿出小花母亲送的芥菜 配着牛排吃了起来 太美味了 上班路上 小美在车里发现了小花的公牌 小帅想起肯定是 昨天小花不小心落下的 慌张的她连忙解释 这是小美的手机想了 少年又给她发来早安的问候 两个人就这样各怀心事 来到公司 小帅发现小花还没来 眼看就要迟到了 好友大山给小花发了信息 让她把背包藏起来 然后找个纸杯 假装自己是去到咖啡了 就这样小花大摇大摆地 走向了自己的公位 看着大山和小花默契地配合 小帅顿时促意地发 地铁上 这个女人要被吃豆腐了 只见一个西装男走到她的身后 假装车内拥挤贴了上去 小花察觉到了这一切 她并没有选择沉默 抬起巴黎里的高跟鞋 狠狠地踩了下去 只听西装男疼的大叫起来 地铁到站 小花警告西装男 来到公司 大山约小花中午一起去吃饭 正在两人有说有笑时 小帅刚好路过 看着两人关系越走越近 他有些慌了 晚上小花在公司加班 小帅担心他顾不上吃饭 于是特意买了他喜欢吃的兰州拉面 等他来到公司 却发现大山已经节足先登 大山告诉小花 自己对他很有好感 询问小花有没有打算和自己交往 这一切都被在一旁的小帅听见 面对大山突如其来的表白 小花说自己现在对他还不是很了解 希望能给他几天考虑的时间 这让一旁的小帅心里酸溜溜的 看到大山和小花走得太紧 小帅会上前拆散他们 中午外出吃饭 小帅也会故意跑来捣乱 大山生气地质问小帅 为什么反对自己和小花谈恋爱 小帅却只能说出一些很牵强的理由 他很能吃 脾气不好 花钱会大手大脚 是的 现在的小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 因为一切都是因他而改变的 为了追求小花 大山特意买了一辆自行车 这时大山的好兄弟铁柱刚好从超市出来 于是铁柱邀请他俩去自己的餐馆喝一杯 一进门小帅也在 原来铁柱是小帅的魅蜂 兜兜转转几个人又聚在了一起 一边是自己的好兄弟 一边是曾经的妻子 小帅不敢想象 如果这两个人在一起会是怎样的场景 男人穿越回过去迎娶了白富美 身边人的命运却随之改变 大山抱怨如果不是十年前 有个陌生人抢了自己的出租车 让他没能赶到机场去挽留女朋友 自己也不会到现在还是单身 原来当时小帅为了去和小美约会 抢了大山的出租车 导致原本已婚的大山现在还是单身 而曾经的妻子现在蜕变成美丽的职场精英 他开始嫌弃初恋女神的娇生惯养 逐渐地对曾经的妻子产生了爱慕之心 看着好友大山对小花的追求 小帅开始后悔自己改变的这一切 银行组织员工去总部培训 这次行长让大山陪同小花一同前往 大山想跟小花进一步发展 于是向小帅借车 陪老丈人打高尔夫的小帅满脑子都是大山的话 小帅忍受不了妻子被大山抢走 心不在焉的他匆匆陪老丈人吃了饭 就急忙打车来到小花培训的地方 看到一对情侣正在接吻 以为是小花的他急忙上前阻止 小帅成功搞砸了大山和小花的约会 并说自己晚上要留下来跟大山一起住 可怜的大山刚刚跟小花敞开心扉 正要进行深入的交流 直接让小帅整不会了 无奈只能答应 谁让是自己的好兄弟呢 饭桌上 当聊到小花喜欢看什么电影的时候 小帅自信满满 没想到小花却说 回想起曾经的事 岳父的继日小花希望小帅能去 结果他却因为工作忙借口推辞 小花渐渐对他失望 每次想哭都会看悲剧来掩饰自己的痛苦 小帅面对暴躁的妻子 根本没有思考过自己的问题 如今的小帅开始慢慢自自闻 都是因为自己 才让那个帅真阳光的女孩 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望着眼前的小花 她知道是自己一直忽略了她 想起以前小花总是让她摸她的头 说这样能感受到小帅的关心 小帅忍不住伸手放在她的头上 这时 小花也醒了过来 一辆摩托车正在朝着女人驶来 男人见状急忙跑过去 一把将她搂在怀里 女人回忽刚才男人抱自己的情景 莫名觉得心动又有点心酸 为了确定自己内心的感受 她主动将小帅的手放在了自己头上 果然小花再次感受到了那份心动 没想到两个人的暧昧举动 被刚好赶来银行的小美撞见 看着小美满脸疑惑的表情 小帅怕是回家要贵方便面了 她谎称小花头发上沾了东西 缓解了尴尬 小花也急忙打了招呼 然后离开了 她不知道为何这个男人 给自己的感受会如此特别 第二天上班 小花故意与小帅保持着距离 毕竟小帅现在是有妇之夫 反倒是大山 两人越走越近 看到大山热心地帮人搬东西 小花觉得她是个不错的男人 于是决定和她交往试一试 两人来到铁柱的餐馆 宣布正式开始谈恋爱了 小帅得知后真是生无可恋 自己的妻子就这样被好兄弟抢走了 为了庆祝大山顺利脱单 铁柱提议大家来一次两天一夜的自驾游 几个人来到度假屋 大家都在干活 只有小美在吹空调 由于温差过大 晚上小花就发起了高烧 看着眼前昏迷不醒的小花 小帅想起以前每次发烧 小花都需要吃一种特殊的退烧药 普通的药根本不起作用 一大早她便跑出去 挨家药店去买药 可等她回来时 大山已经开车把小花送去了医院 小花看到大山因为抱自己而受了伤 很是感动 打完点滴后 两人开车回来 看着熟睡的小花 大山很贴心地为她解下了安全带 这一幕恰巧被小帅看到 她不敢相信两人的感情发展得如此迅速 本来打算祝福小花的她 此刻却无比痛心 她这才发现自己爱的还是小花 于是跑回银行 想找到一枚2006年的应用 她想回到认识小花的那一天 一枚硬币 让男人回到十年前 迎娶了白富美 可是婚后她发现 女神并不是完美的 自己爱的仍然是原来的妻子 现在她拼命想要结束这一切 明明是原来的那条路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神秘的收费站 她意外撞见给自己神秘硬币的大叔 小帅急忙追上去 她跪在地上祈求大叔告知回去的方法 大叔却告诉她四个字 此刻小帅明白 并不是所有的后悔都有挽回的余地 现在的小花善良美丽 假如自己真的回到过去 可能会再次让小花变成那个暴躁的怪物 她扔掉了手里的硬币 放下执着的她笑着祝福小花 希望她能和大山幸福地生活 这天是小花父亲的忌日 在上一世从来没有参加过的她 自责地来到小花家 正当她放下忌贫想要离开 却遇到泪流满面的小花 原来母亲再次走丢了 看着伤心无助的小花 她不想在她最需要陪伴的时候离开 她陪小花来到警局报案 这时小美打来电话 问她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 小帅只能谎称领导的母亲去世 自己要和同事一起去乡下探望 就这样小帅陪着小花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好在有人提供了线索 终于找到了母亲 小花对小帅表示由衷的感谢 她也只能将这份特殊的情感隐藏了起来 回到家小帅去洗澡 小美在收拾衣服的时候 小花突然打来电话 小美忍不住接了起来 听到陌生人喊自己老公为女婿 小美觉得很奇怪 于是她急忙查探了行车记录仪 这才发现原来小帅欺骗了她 她一整晚都跟小花在一起 小美生气地质问小帅 为什么要骗我 小帅解释 因为怕她误会 所以才变了个善意的谎言 小美说小花明明有男朋友 为什么还要找有家世的小帅帮忙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小美找来少年一起在酒吧买队 回到家她看着内存卡越想越起 于是在银行的网站发提 谴责小花有男朋友还跟已婚男人搞暧昧 第二天银行炸开了锅 网友铺天盖地的都在谴责小花 小帅想起昨天自己和小美吵架 于是打电话询问是否是她发的帖子 小美失口否认 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而帖子还在发脚 谩骂声欲眼欲裂 这边小美再次找来少年 两人约定晚上一起吃饭 于是给小帅打电话 说自己晚上不回去了 却意外听到有警车的声音 原来行长认为这件事严重损害了银行的形象 让小帅去报案 这下把小美吓到了 她没想到事情会如此严重 急忙拿出手机 可手机这时却怎么也无法操作 于是便和少年一起来到网发 想要删除帖子 这个男人明明有个白富美的老婆 却还对公司的女同事格外关心 就在警察马山要查出发帖的人时 小美和少年成功删除了帖子 小帅在家里的电脑上 发现小美登陆过银行的网站 于是主动给警察打电话询问 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她找到神秘大叔倾诉新生 她后悔因为自己的私心 让小美变得自私 而且学会了伤害别人 小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得知诽谤自己的人就是小美时 她惊呆了 想到是因为小帅帮自己找母亲 才让小美误会的 于是她决定不再追究此事 小帅接到妹妹的电话 得知母亲的腰需要做手术 她和小美来到医院探望 小美的心思却不在婆婆身上 她着急去做面部提升 走之前小美只是在婆婆手边放了些钱 让婆婆买点营养品 由于医院离自己的家很近 小帅希望明天可以接母亲在家里住一晚 小美说 如果小帅不参加 老丈人会很没面子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小美生气地下了车 本以为小帅会追过来哄自己 却没想到小帅竟真的留下她开车离开了 回到医院的小帅 发现小花的母亲也在这家医院 原来今天是小花母亲复查的日子 两个老太太一见如故 打起了扑克 看着两个家庭和谐地相处 父亲说娶媳妇就该娶像小花这样孝顺老人的 晚上小帅给小美发短信 自己要在医院陪母亲 第二天小美给小帅打电话 让她一定要来参加父亲的生日 面对催促小帅开始反感 她坚持要送母亲回家 路上小美还在不停地打电话 小帅索性关了机 回到家小美生气地质问小帅 为何不接电话 而小帅也质问小美 婆婆刚出院 而媳妇居然不关心她的病情 两个人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互相不理解对方 小美对如今的小帅也是非常失望 看着自己和小帅的照片 小美心中无比失望 她觉得如今的小帅已经和之前不一样了 小美对这份婚姻已经失望透顶 她毫不犹豫地将离婚协议书寄给了小帅 房子车子都是老丈人提供的 因为是坠雪 小帅拥有的只有这一项的行业 小帅开始后悔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小美 第二天两人就办了离婚 小帅注定无法挽留这段错误的婚姻 男人因为忍受不了脾气暴躁的妻子 选择穿越回过去和初恋女友结婚 可是女人变成什么样 完全取决于她嫁给什么样的男人 小帅依然没能挽留住和女神的婚姻 现在的她明白 都是因为自己才让妻子变成脾气暴躁的怪物 失魂落魄的小帅来到铁柱的餐馆 妹妹支持小帅离婚 她认为哥哥和小美根本不是一类人 再纠缠下去也不会幸福 不如彼此放手 无家可归的小帅被好兄弟大山收留 大山和小花特意买来食材 准备做大餐来安慰她 此时与她单独相处的小花 竟然有了坐立不安的感觉 两人的关系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公司总部举办长跑比赛 因为喝酒吐了一宿的小帅也参加了 小花时不时地往回看 她担心一宿没睡的小帅做如此剧烈的运动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这时旁边的人说后面有个男人晕倒了 她以为是小帅 毫不犹豫地返回去 看到救护车上的人不是小帅这才放心 此时小帅从旁边站了起来 看着小花眼眶湿润地望着她 小帅才知道原来小花如此关心自己 心中满是感动 而小花也更加明白小帅在自己心中的地方 晚上吃饭的时候 小花不停地喝着闷酒 小帅看着醉成这样的小花 便带她来到附近的公园散心 就这样两个人如同热恋的小情侣 小花在骑车时不小心摔倒 小帅本想扶起她 却被小花一把拉住 她忍不住告诉小帅 自己明白不应该和她纠缠不清 可是偏偏对她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感和熟悉感 面对小花的表白 小帅果断拒绝了 她不想因为自己再次让小花变得不幸 便仓皇离开 留下小花一个人失落地坐在地上 第二天两人见面不免有些尴尬 小花找来大山 她坦诚地表明 自己不能再和她交往下去了 她不想伤害眼前这个善良的男人 大山虽然心里很难过 为了不让小花担心 她还是做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说以后两个人还是好朋友 看着好兄弟因为自己被甩 小帅无比自责 她找到小花 希望她不要和大山分手 可是小花态度十分坚定 她再一次向小帅表白 他们的对话被一旁的大山听得清清楚楚 小帅很是自责 但上一段人生的事却不能告诉大山 他无法给大山一个解释 于是小帅打包了自己的行李 他觉得再住在大山家里也不合舍 虽然大山很生气 但他还是不忍心把无家可归的小帅赶走 小帅觉得对不起大山 也无法面对小花 他跟公司申请调去乡下的支行工作 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 大山也听到了 他心里也不好受 这晚小花再次梦见了熟悉的场景 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终于在梦中看清楚了那个男人的脸 正是小帅 小花惊讶地醒来 他搞不明白 这个梦境怎么会如此真实 疑惑地他找来小帅 小帅告诉他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事 十几年的好兄弟 因为一个女人反目成仇 看到小花如此的痛苦 小帅忍不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从两个人的相识相爱 到结婚后的两人变得越来越糟糕 小花不相信这荒唐的一切 回到家 母亲告诉他不要憎恨小帅 回想着两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 他逐渐开始相信小帅说的话 他决定找小帅问个明白 既然两个人前世是夫妻 为何小帅会狠心抛弃自己 小帅说是因为婚后的小花变得喜怒无常 自己不想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下去 于是想要逃避的他选择了穿越回到过去 他阻止了本该与小花的相遇 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如今的他知道是因为自己的不负责任 把之前的小花变成了怪物 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多多关心他 小帅跪着祈求小花的原谅 小花说道 大山看到如今颓废的小帅 鼓励他遵从自己的内心 小帅回忆着与小花的甜蜜过往 终于明白自己兜兜转转爱的还是他 他跑到小花的家中告诉他 自己会重新追求他 将丢失的感情弥补回来 就这样两个人再续了前世的姻缘 小帅带小花来到两人第一次约会的沙滩 小花对这里没有任何印象 听着两人曾经相处的细节 小花觉得很甜蜜 就在此时行长打来电话 原来前不久小美的父亲 给小帅介绍了一个大客户 当此人拿到51贷款后就人间蒸发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美父亲搞的鬼 他想以此教训小帅 小帅就这样被总公司调查并解雇了 郁闷的他再次遇见地铁里的大叔 告诉他穿越给自己带来了太多的痛恨 大叔拿出一份报纸 告诉小帅今天可以再次回到过去改变这一切 这一次小帅没有选择逃避 他不想总是因为自己的错误 而改变身边人的命运 小花得知了小帅被解雇 准备出门去找他的时候 母亲给了他一枚2006年的硬币 希望小花能够好好运用这枚硬币 原来母亲也是从前世穿越而来 小花来到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海滩 以为小帅要自寻短见 他告诉小帅无论发生什么事 自己都会陪在他身边 可小帅不想再拖累小花 不想让他因为和自己相遇而变得不幸 小花来到那个可以穿越的收费站 毫不犹豫地将硬币投了进去 小帅担心小花回到过去 和自己纠缠会变得不幸 于是拼命赶来 就在栏杆落下的刹那 小帅成功挤了进去 紫光再次出现 这一次两个人一起穿越回了2006年 大个母亲给了女儿可以穿越的硬币 女儿却用来再次和渣男相遇 小花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睡在客厅 耳边还传来母亲数落自己的声音 她急忙赶到机场阻止父亲出差 因为上一世的父亲就是因为出差而意外去世的 父亲无奈只能取消了出行的计划 小花还在机场无意撞见大山 她正在挽留女友不要离开自己 于是她便故意不小心撞倒女生 为大山争取时间求婚 原来小帅为了躲避小花 把自己锁在出租屋 也正因如此 她没有去抢大山的出租车 大山顺利在机场向女友求婚 这个善良的男人终于改变了单身的命运 小花来到初次和小帅相遇的公交车站 却迟迟不见小帅的身影 得知她是故意躲着自己 小花便来到学校 找到了小帅的好兄弟铁柱 得知了小帅在出租屋 于是铁柱带着小花去出租屋找她 路上他们还遇见了小美 小美说自己来找小帅 当她得知小花也在找小帅时 便说下次再找 这大概就是女神的高冷吧 小美也就错过了这次和小帅的相遇 也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 小帅接到铁柱的电话 得知小花正在赶来的路上 急忙逃跑 小花追了上去 成功挤上了小帅的出租车 两人在追逐的过程中 一辆摩托车驶来 为了保护小花 两个人又纠缠在了一起 因为改变了过去 当小花再次醒来 母亲不再是老年痴呆 如今的她是一名销售界的女强人 父亲也在三年前才去世 小花虽然很失望父亲不在了 但听到母亲说父亲走得很安详 小花感到很欣慰 带着前世的记忆 小花来到银行总部 如今的她还未调去小帅的支行上班 当小帅再次来到银行 看到大山桌子上的全家福 心里有了些许安慰 大山不再因为自己 而失去幸福的家庭 晚上兄弟三人来到铁柱的食品车前 这一次铁柱还没有自己的餐馆 也没和小帅的妹妹结婚 三人续完旧 小帅再次遇见那个神秘的大叔 这一次大叔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而奇怪的是 大叔居然记得他 小帅询问大叔为何自己可以穿越 大叔回答 大叔鼓励他勇敢面对这次的人生 告别了大叔 感慨万千的小帅来到小花家门口 此时小花母亲突然出现 他已经不记得小帅 看着头脑清醒的丈母娘 小帅也很开心 小花如愿被调到小帅的支行工作 看着支行的大门 小花很是激动 他马上就要回归这个熟悉的大家庭 行长喊来小帅做自我介绍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银行再次出现熟悉的场景 这一次小花已经做好了准备 糟糕 这是心动的感觉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直到情敌的出现 我才后悔莫及 小花终于回到了小帅所在的银行工作 面对如此熟悉的同事 她能准确说出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熟悉每一样东西摆放的位置 这让大家很是意外 白天小花会缠着小帅一起去吃饭 晚上会故意和小帅坐不顺路的公交车 看到小帅衣服扣子坏了 会贴心地买来新衣服挂在小帅家门口 即便如此 小帅仍然不愿意与小花交往 她不想让小花遭遇不幸 妹妹喊来小帅 告诉她自己要和铁柱结婚 在前世就知道他们两个会在一起的小帅 并没有惊讶和反对 表示要铁柱好好对待自己的妹妹 面对大舅哥的祝福 忐忑的铁柱这才松了一口气 无意将妹妹怀孕的事说了出来 小帅听到他们未婚先孕 气得要原地爆炸 你这个混蛋 直呼要把铁柱磨成针 行长想为小帅介绍相亲对象 但被小帅拒绝了 等小帅离开 小花站了起来 告诉大家自己很喜欢小帅 围观群众最喜欢八卦 于是大家打算撮合他们 从此以后 银行中的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 把小帅和小花往一块凑 吃行员工们组织聚餐 大家起哄让小帅与小花坐在一起 可小帅仍然不情不悦 而且还向大家怒吼着 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很尴尬 小花也有些伤心 他知道小帅是为了保护自己 才故意与他保持距离 但一厢情愿地付出 时间久了也是会累的 他再次询问小帅 听了这番话 小帅心中一紧 突然有些害怕失去小花 而小花也决定了 要将过去的记忆全部埋葬 说完小花就离开了 小帅明白了小花的意思 他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第二天上班 小花对待小帅已经很冷淡了 同事们也都明白小花被小帅伤了心 也都不再提及两人的事 本以为两个人的故事就此结束 此时小花大学时的初恋却出现了 原来因为自己一直躲着小花 导致这个时空小花的初恋变成了小雨 看着两人如此亲密 小帅很是吃醋 得知小花现在在银行上班 小雨打电话到银行 点明要将自己50亿的贷款交给小花伴 而且晚上邀请银行的同事 一起去他的餐厅吃饭 小帅看着小花高兴地手舞足蹈 生气得他借口晚上有事就不过去了 饭桌上小雨言语之间 透露着对小花的爱意 此时小花有点坐立不安 他担心小雨跟他表白 大山急忙给小帅发信息 你再不来 黄花菜就要凉了 就在小花不知所措时 小帅着急忙慌地赶来 然后拉着小花的手向众人宣布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那么怎样才能维持爱情的新鲜呢 小帅再次从梦中惊醒 这一次的他已经和小花结婚 而且有了两个孩子 只不过经历了这么多的小帅 已经懂得体谅和照顾妻子 两个人一起照顾孩子 虽然忙碌但却很幸福 好不容易赶上校车 却发现要迟到了 于是两个人故技重施 一人拿着一个纸杯 装模作样地讨论着工作 假装是去到咖啡了 不料却被大山逮个正招 由于大山没了单身的烦恼 将自己的精力全都放在工作上 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已经是小帅的组长 行长宣布小花的领导 晋升为银行的副行长 而小花由于业绩突出 接替了自己领导组长的位置 看着小花得到晋升 小帅为他高兴 同时他也感到了危机 因为自己现在 还是一名普通的贵员 晚上大山找来小帅 向他抱怨自己的妻子脾气太大 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跟他吵架 看着此时此刻的大山 小帅感慨 这不就是曾经的自己吗 于是他拿出自己 这三段人生的经验 劝解大山 教导他要学会 体谅妻子的不容易 做一个好丈夫 当一个好爸爸 小帅迎来了 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公司决定让他去参加晋升考试 要他好好准备 考试当天 本该下班去接孩子的小花 在上班时遇到一名老人晕倒 担心的他便跟随救护车 一起去了医院 把接孩子的失望得一干二净 学校的老师联系不上他 便打电话给将要考试的小帅 小帅给小花打电话 却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无奈之下他选择放弃考试 去接孩子 等老人的家属赶到 小花这才想起两个孩子 一看手机 全是小帅的未接来电和短信 两个人约定在校门口会合 此时的小帅 体会到当时的小花 又接孩子又要工作的煎熬 小花及时赶来 而小帅也在考试开始的 最后一分钟进入考场 不久小帅顺利通过了晋升的考试 大家来到铁柱的餐馆为他庆祝 小花还送给他最喜欢的小霸王游戏机 好兄弟都羡慕小帅 娶了这么好的妻子 饭后两个人一起去看了电影 漫步在大学校园里 回忆着两个人的美好过往 婚姻生活难免会发生磕磕碰碰 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学会互相理解 经过了三个时空的纠缠 让他们认清了彼此 也明白了不管多好的命运都会有困难 我们能做的就是牵着对方的手 勇敢地走下去 至此认识的妻子已经接近尾声 你们对这个结局还满意吗 我是小新 我们下部剧见